这个世界越来越疯狂了,南美洲的阿根廷一夜变天了,今天最新消息传来,阿根廷极右翼领导人,号称阿根廷特朗普的米莱高票,赢得了阿根廷大选,并将于下个月走马上任,这个冲击和当年黑马特朗普横空杀出,成为美国大选的最大黑马一样,让整个阿根廷乃至于整个世界的目瞪口呆。 阿根廷这一次变天有多疯狂,我们来看看米莱的执政主张就知道了,首先米莱声称要废除阿根廷货币,直接启用美元,你没看错,作为一个国家,却要废除本国货币,全部使用美元结算。 第二米莱对外声称,由于阿根廷之所以经济长期违米不振,就是因为政府机构臃肿,其声称上台之后将会裁掉阿根廷的国有银行、卫生部、教育部、交通部、科技部,而全部改由私人化运营,即将这些事关民生的机构全部改为资本运作,由国营转为私营了。 这一下阿根廷老百姓可够喝一壶的了,第三米莱极端清理,不但声称全部启用美元抛弃本国货币,同时还声称他当选之后,不排除和巴西、中国等国家终止合作。 说到这里很多人不禁要问,这个如此疯狂不靠谱的人,怎么会当上阿根廷总统呢?小孩没娘,说来话长,说起阿根廷这个国家,可能我们都很熟悉, 除了阿根廷的足球之外,其实阿根廷也是南美洲第二大经济体,曾经的南美洲明珠,但长期以来,阿根廷都是农业为主。 经济工业发展之后,加之大量的借债维持高福利,使得阿根廷长期陷入通胀之中,2023年5月最高通胀率高达159%,阿根廷货币对美元大量贬值,使得大量的财富直接被美元吞噬。 但是2022年,更是有40%的阿根廷人陷入贫困,失业率更是长期的居高不下,2023年阿根廷的经济继续恶化,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崩盘的边缘。 所以这一次阿根廷极又以新总统米莱,许多执政方针的疯狂程度,令人择时的递步,尤其是废除国家银行,废除本国货币,而直接全部使用美元。 如果在任何国家这种提议,都有可能会以叛国罪惩处,但病急乱投医的阿根廷人,还是选择让你来上台冲一冲,说不定死马荡成活马役,万一有一线生机呢? 但是病急乱投医的阿根廷人,极有可能将为自己的任性付出更加惨烈的代价。 下面我列举几个病急乱投医的典型案例,第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就是美国。 当年许多美国人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投了特朗普一票,但是特朗普上任四年的外交内政成绩单,大家都看到了,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旗好的特朗普, 上台就推翻奥巴马留下的几乎所有外交内政框架,开启了大象闯进刺激点一般的横冲乱撞,但是特朗普在任四年,不但未能挽回美国的颓势,反而加速了帝国崩盘进程。 万不得已之下,美国只得又把拜登给选上了台,拜登上台之后,又不得不加速纠偏将特朗普的一些极端做法,但是美国转瞬即逝的那点机会, 就这样在这两个人之间消耗殆尽了,我们看到米莱当选之后,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第一时间向米莱发喜祝贺,声称米莱的当选会让阿根廷再次伟大。 更加有意思的是,就在美国霸权已经摇摇欲坠之时,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环节有可能再次会卷土重来,成为下一任的美国总统,带领美国再次原地踏步。 如果特朗普重回白宫,有了阿根廷特朗普米莱为伴,那特朗普在折腾的路上也不会寂寞了,还记得为了走出困境,巴西民众将有着巴西特朗普支撑的博索纳罗给选了上来,但是上任之后博索纳罗的一系列动作,也把整个巴西搞得一团糟。 最终78岁的老将卢拉在此走马上人,收拾博索纳罗留下的这个烂摊子,演员出身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信誓旦旦的承诺,上台之后将会打败俄罗斯收回克里尼亚。 但是乌克兰的现状,大家也都看到了,泽连斯基不但未能收回任何一寸乌克兰领土,反倒把乌克兰带向无法自拔的万丈深渊,如今走不出经济沼泽的阿根廷选民,也抱着赌一把的态度,把号称阿根廷特朗普的米莱给选上台,没有任何执政经验。 前身是电视评论员米莱上台之后,有可能会在阿根廷掀起一场滔天巨浪,由于其极端追随美国的政策,也有可能会使得阿根廷和中俄等大国之间的关系出现动荡,此前就已经步履为奸的阿根廷经济,如果被不按套路出牌的米莱想当然是的折腾,经受不起这一记猛要的阿根廷,有可能会像乌克兰一样,加速滑向更加深不可测的深渊。 所以米莱当选阿根廷总统,阿根廷人在玩一场大冒险,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疯子,一个比特朗普更疯狂的疯子,米莱在当选阿根廷总统之前,是一个网红经济学家,对网红经济学家,中国人是非常熟悉了,这些网红经济学家不是靠经济学吃饭的,而是靠流量营销吃饭的,他们常常是肚子里没多少真才实学,就靠着忽悠大众, 与不惊人死不休,反复收割流量,放大自己的名声,最后这些网红经济学家,都离不开一个结局,那就是身败名裂,可米莱把网红经济学家,推到了一个新高度。 他是全球参加电视采访次数最多的年度经济学家,参加访谈的时间,绝对超过研究经济的时间,他对经济的看法,总结起来就四个字,全面开放,用我们中国的道家思想来说,就是无为而止,因阿根廷比所大富贬值,阿根廷国民财富不断蒸发, 你来扬言要去炸了阿根廷央行,全面采用美元货币,然而就在不久前,阿根廷还用人民币,偿还了27亿美元的债务,怎么还的呢? 阿根廷一共欠了国际货币基金,组织440亿美元,可阿根廷很穷,手里根本就没有多少美元外汇储备,好在阿根廷跟中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,这就让阿根廷在与中国贸易时,可以绕过美元,直接收人民币,因此阿根廷就储备了一定数量的人民币,阿根廷拿着这笔人民币,就去还了国际货币基金,组织27亿美元的债,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想拒收,还挺不容易的,因为阿根廷的美元外汇总额,一共才354亿,自己还要用美元去进口货物,根本没有多余的美元去还债,有人民币还,就已经不错了,这也告诉我们,你来想要炸了阿根廷央行,实行全面美元化,是不可能做到的,阿根廷没有美元的发行权,手里只有354亿美元, 要是炸了央行,取消比锁,阿根廷根本就没有足够多的美元,去回收比锁,大家都拿比锁去银行兑换美元,阿根廷有吗?没有印钞权,就没有货币自主权,宣扬炸了央行,全面美元化,不过是米莱的口还罢了,就像缅北同行人民币, 那是因为缅北的金融机构,接入了中国的银联系统,可以自由的存取人民币,可美元在阿根廷是难以流通的,阿根廷的各大银行,也不可能接入美元结算系统,那阿根廷的货币自主权,金融自主权就全部都丢失了, 要只顽及,得下猛要,米莱就是这么一剂猛要,阿根廷长期搞封闭主义,排挤外资,可阿根廷并没有富起来,既然封闭不能走向繁荣,那为什么不打破封闭,敞开国门,放外资进来,哪怕是洪水猛兽,也要打过了才知道究竟是谁能赢,在全球经济中,阿根廷就像一个世外桃源,除了出口一点农产品,卖点牛肉, 整个阿根廷工业都严重与国际脱轨,与其封闭起来,自己玩死自己,倒不如拼一把,赢了惠作嫩魔,输了下海干活。